来关心台中市在今天凌晨两点左右 发生了一起严重的车祸 有一辆白色的自小客车 与一台外送的机车发生碰撞 骑士当场被撞飞 捣握在小客车的车头 他一人都喷起来了 喷到他车 不知道有没有压过他我不知道 有时候人有喷到他 那个板筋那边 然后就掉下来 好 现场碎片四散 机车也被撞飞到数十公尺 车头几乎全毁 而自小客车的右前车头 也严重的受损 肇事的驾驶神情慌张 在一旁不知所措 救护人员到现场之后 紧急的对已经没有任何反应的歧视 施以CPR急救 随后就送往到中国医药学院来抢救 而经过急救之后 歧视已经恢复了心跳 警方初步了解 双方造势驾驶都没有酒驾 至于详细的车祸原因 还有带警方调阅相关的路口监视器来厘清 哈喽我是郑雅芳 想要场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视新闻YouTube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